今天给大家讲解牛角战术 首先一号在湖顶 两个中锋站在高位的两侧 三号和四号站在两个底角 形成一个牛角的形状 首先一号借四号的掩护进行突破 这会有投篮和上篮的机会 与此同时五号迅速给四号打反掩护 四号进行反跑 这里会有投篮机会 比赛中经常会出现五号进行延误 四号进行回追 这样的话就会漏掉五号直接上篮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机会的话 那么五号就拉出三秒区 二号借掩护进行空切 这会有一个上篮的机会 如果在掩护过程中 二号跟得非常紧的话 没有出来机会 那么红色二号立刻绕到蓝色四号身后 打一个反掩护 那么红色四号直接借掩护空切 然后进行篮下大打小 由于内线大打小 如果四号进行回防的话 那么二号拉出 这块有投篮机会